而且最直接的床罩 實際是實錘的東西 男生是沒有穿衣服的 你們知道嗎? 我找到你 你 你 我找到你 我找到你 因為舌頭沒有喇來喇去 這OK啦 小兵學姬剛床罩 夾自拍結婚小三 老婆痛心 仇胡五一六 那今天還很籠統的跟大家說 謝謝關心 關心是個鳥啊 關心 謝謝關心 我的媽誰關心你啊拜託 叫你出來道歉啊 搞不清楚你狀況 中瓜的瓜種都不得到 最強勾在葛思琦4月27號PO的是台灣瓜 他在近五年來都不斷的 不斷的有報獎 而且都有入圍 2022年第57屆金鐘獎 而是到節目男主持獎 薛姬剛先生 不過勒在客瓜之前 有個錢請提要 那就是靠著節目小姐不吸地 穿紅的助理主持派翠克 同時也是UP直播節目意外爆紅的主持人 由於某集邀請葛思琦聊汪小飛 派翠克考量到自己與小S的工作關係 為了避嫌決定請假 卻因此穿出被直播平台封殺 製作單位則緊急找來楊厚如 蘇迪志為救活主持 葛思琦也在節目上 爆料這位已婚的金鐘男性外遇床照 如今對方身份終於浮出水面啦 男生是沒有穿衣服的你們知道嗎 結果楊浩龍就說 這個男的他認識 他老婆他認識 他只輸誰 李宗瑞一點點 因為李宗瑞全部都是影片 他只有照片而已 可是偷吃東西這件事情比較好預防啊 幹嘛呢 偷吃的時間嗎 去年的7月一直到現在 要抱著一個女孩子在做親吻的動作 這張照片是在嘉義拍的 誰的左手拿的相機 就是薛季剛自己拍的 那舌頭沒有拿來拿去 這OK啦 金房女大概落在3940左右 她是因為業務 她不是圈內人 但她外貌酷是誰 Makio 她跟這個女孩子快交往了快一年 甚至送了這個東西 這個小三一開始不知道她叫薛季剛 也不知道她就是小兵 如果一個女孩子知道她一開始就有老婆的話 她願意當小三的話 那這種人其實也算很少 除非是張寧也 後來她知道她有老婆也沒有換手 這確實是的 坦白了我外遇了 坦白了我外遇了 46歲的小兵薛季剛拿奏 《無座警鐘回哨》節目主持人獎 跟老婆王湘涵被視為演藝圈模範夫妻 同樣都是下課花露米的主持人 她跟王湘涵的婚姻已經到了9年了 那過去一段的婚姻呢 她曾經有自己解釋過說 因為不愛了 那這個9年了到底還愛不愛我不知道 南方曾經對朋友說過 她兩夫妻感情早有問題 但是今天呢 王湘涵告訴我們說 她的婚姻目前是穩定的 而薛姬剛的老婆王湘涵回應三立新聞網 說到這樣的消息真的很難過 很多事情超出意料 對於影響我深愛的孩子 生活和工作感到非常心痛 請先給我一些思考的空間 因為薛姬剛演繹形象跌入谷底 她所主持的原明台節目 嘎咕蛋時光機 也被電視台證實終至合作關係 我已經跟你半年的時間了 為什麼 因為你太小咖了 我真的很不想抱你 太浪費我的時間了 我真的會氣憤就是因為 跟你機會 跟你臉你還不要臉 不點名到信 你都真的當作不當一回事啊 我知道有很多很多民眾不知道他是誰 你想紅是我就讓你紅一次 今天的新聞肯定比金鐘獎還要多 恭喜你得獎 謝謝評審給我的肯定